放下自我 思考题十五 恐惧剥夺我们的自由和理性 没有人能在恐惧的状态下得到改造的原因是 恐惧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理性 或者说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度和理智 爱能打开心灵的内涵 但恐惧却关闭它们 当它们被关闭时 我们很少进行实在的思考 当时意识到的 只有对我们的感情或感觉的冲击 困扰我们心灵的所有恐惧 都是这样的 我在圣志一百零四节里解释过 我们的思维过程分内在和外在 恐惧永远无法占据我们的内在思维 这些思维过程总是自由的 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生命之爱里 然而恐惧可以占据我们的外在思维 当它占据时 就会关闭内在思维过程 一旦内在思维被关闭 我们就无法在自由和理性的行动 于是我们无法被改造 摘自圣志一百三十九节 一到二 核心理念 这里描述的外在思维过程 包括我们日常的 有意识的心灵活动 我们所有思想 感觉和经验的总和 而内在的思维过程 则使我们与上帝连接 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但当此连接开通时 神性之爱和智慧 就会时时刻刻点点滴滴地影响着我们 与上帝的连接是全然的爱 在我们这个层面上 没有恐惧或仇恨的容身之处 但是我们有可能会沉浸在恐惧中 例如当我们面临某种境遇 那里的目标或信仰 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命道路 即可能会切断我们与主的连接时 恐惧就可能发生 正如仇恨在我们和上帝之间 筑起一道鸿沟一样 恐惧也是如此 反思 那些类型的冲突可能是基于恐惧的 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的恐惧 而与别人发生冲突或感受分裂 你能想到 某个时候别人的愤怒或无理行为 可能真的是恐惧导致的吗? 恐惧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理性 这句话 是否让你对曾经体验过的类似情绪 有了不同的思考 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